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好在肌肤太郎的自毁只是无目标的攻击 众人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伤害 但天元与一只柱却由于中毒颇深 已不久于人世 好在团宠力斗子自带治疗属性 通过燃烧的技能 将天元与一只柱二人体内的鬼之毒彻底去除 从而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依然不放心的探智狼 则来到了堕姬与肌肤太郎的头颅前 兄妹二人此时正在吵架 他们互相埋怨着 说出了很多违心的气话 探智狼却不忍看到他们这样伤害彼此 毕然阻止了二人的进一步争吵 在堕姬消散的那一刻 肌肤太郎终于回忆起了那些尘封的往事 兄妹二人生来便饱受人间冷暖 妹妹小梅则是肌肤太郎 在黑暗中活下去的唯一指望 就在月子逐渐转好时 妹妹小梅却被人所害 漂亮的她竟被烧制不成人形 这使得肌肤太郎的世界瞬间崩溃 虽然她靠着自己手认了仇人 但却无法挽回妹妹的生命 偌大的花间 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们 这是他们遇到的当时 还是尚嫌之六的铜魔 就此命运的转折到来 虽然被铜魔变成了鬼 但肌肤太郎并不后悔 比起妹妹的生命 这些又算什么呢